由七、八十年代做十個八個新市鎮 但十多年前,新市鎮完全停頓了 到下一個新市鎮是何時呢? 新界東北洪水橋要整體入伙 可能是快點,但整體完成的話 無論是洪水橋、新界東北,都是二、三十年後的事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 整個社會必須要去想 既然這麼久沒做過新市鎮 我們需要有多少稿子大約三年這麼大的新市鎮 當然我們有不同的計算方法 包括居住面積,包括居住面積 即是我們不只是用來住 我們這裡有辦公室 我們這裡有公園 有體育設施 有康樂活動 有公廈等等 我們需要有多少個地 我認為這一定是社會要去總體討論的 事實上如果我們看回最大兩個變數 就是究竟我們社會的理想 住的人均的面積是多大 以及用的所謂非住宅的用地是多大 所以如果我們整個香港的社會 希望有機會住鬆些 生活得比較鬆些 住得有機會大些 這就是我們的取捨 我們就要做地 我們是不是一定做不到九千呢 事實上如果你看回 我們在由沙士之前那十年 九五至到零四年那十年 我們是做了新增的土地 即是八千的Hectares出來 那十年 所以是不是真的做不到呢 非不能也是不為意的 即是我們如果能夠整個社會 同心協力 大家去重拾我們以往 一路做地那種的決心 其實我們曾經做過這麼多地 還用短一點的時間 做更多地 但只不過呢 我們過去十幾年呢 是停了這樣